这个截图上面说的是通电没反应,直视灯不亮,风扇也不转 不会修啊,转给有能力的人吧 他应该是没修过,看这个上面的描述 哈喽大家好,我是猫猫无线 今天呢我们来修一台群晖的设备啊 这个设备是群晖的DS718加 这台设备呢是这个机主在咸语上面买的 买的就是一个坏的机器 说是通电没有反应 他咸语找人去寄修了 咸语买的机器咸语寄修啊 然后修机器的人收到说那个CPU短路了 不能维修,要300块钱回收啊 然后他没有卖 然后呢我让他把之前购买的那个商品介绍发来 让我看一下,他给我发了一个咸语的截图 这个截图上面说的是通电没反应 直视灯不亮,风扇也不转 不会修啊,转给有能力的人吧 他应该是没修过,看这个上面的描述 在他买的时候是没修过 他买了以后呢,就是寄到咸语上面去送修了一次啊 好的,以上是这台机器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机器的电源接口比较特殊啊 是这种电源接口啊 我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下 没有这样的电源接口啊 我所有的电源接口都对了一下 没有一个能对得上 这个的话长得跟他有点像 但是呢,是插不上去的 这个抵不上去的,不行的啊 这个倒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把它拆开 直接焊两根线出来就行啊 这个基础在那个描述里面说 寄去的时候呢,应该是ok的 寄回的时候发现可能是上一阵 维修者拆的不太小心啊 把这个上面的卡子全给拆断了 当这种机器如果没有太多的拆装经验的话 拆的时候比较着急的话 确实很容易把那个卡口给它掰断 好了,现在呢,主板已经拆出来了 我们现在来把这些东西给收掉 看一下主板什么情况 主板呢,已经拆出来了 我先拿万样表来量一下 主要供电的一些组织啊 来看一下 我靠,基本上是短路啊 这个还好 感觉这个CPU大概率是挂了 确定,确定应该是挂了 这种大短路了 三个片呢,我已经拆下来了 接下来呢,我确定一下CPU到底是不是坏了 可以看到这个组织非常低 基本上CPU是挂了 因为像这种CPU的话 组织不应该这么低的 确定,确定CPU已经挂了 接下来呢,我给它焊一个点源线 来通电看一下 线的已经接好了 接下来呢,我来通电看一下 可以看到电流非常的低啊 像这种情况先看一下 主要的供电有没有戳 简单看了一下,这些供电都没戳 三伏五伏的供电都没有 刚才不是量到这个电感短路吗 我们就先把它拆掉看一下 是哪端短路啊 拆掉了以后呢,我量了一下 这段已经不短路了 这段呢,还是一个短路的状态 接下来呢,我来接根线来烧一下 线呢,我已经接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通电看一下 是哪里发烫啊 炸电 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个芯片在慢慢的发热 用手摸了一下,就是这个CPU上面的晶体啊 可以确定CPU肯定是挂了 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一个五伏 或者是三点三伏的供电 看旁边的电容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16伏的电容 我刚才呢,又研究了一下 发现板子的总的供电呢 通过这个MOS管来控制的 就是这边这个电源插电以后呢 它其实是通过MOS管的打开 然后让12伏的电 然后先跑到这边的一个芯片上面来啊 然后再送到后面去 这个MOS管其实没有开启的 我不知道它的开启信号是通过什么芯片送给它的 因为这种东西没有原理图 然后呢,我就直接把12伏的供电呢 隔过这个,跳过这个MOS管 直接送到后端来 但是上店发现呢 这个供电芯片呢,还是没有电压发出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供电的芯片 这个供电芯片的开启 应该还是需要一个开启信号 这个开启信号有可能是 一系芯片给它发出的 因为没有原理图 这个没法确定啊 这个一系芯片呢,是一个不太常见的芯片 是一个阿尔塔拉的一个芯片 手里面的料板上面呢,也没有这样的Io芯片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去替换来试一下了 说到这里呢,我觉得上家放弃的话 应该是非常明智的 因为像这种板子 如果是上电 即便CPU坏掉 上电以后呢,应该是35V应该是正常会出来的 这个35V线内都没出来 所以说,要先把35V给修出来 然后呢,还得把CPU换掉 然后呢,还不确定这个Io芯片是不是好的 然后呢,看主板的背面 这是一个BIOS芯片 这个BIOS芯片目测的话,应该是被拆焊过 像这种群晖 包括那个V连通的这些主板的话 他们其实厂家卖的是NAS的整机 所以说,它的官网上面呢 是不会提供像这个主板的BIOS下载的 它不像那个华硕 包括技嘉这些卖主板的厂家 他们官网上面是会提供 先用的主板对应的BIOS下载的 但是这种的话就没有 像这种主板的BIOS呢 如果是不对应的话 即便是其他东西都是正常的 它也是启动不了的 而这个芯片呢,被拆过 拆过,写过数据 所以呢,我估计里面的数据 大概率应该不是这个主板原来的数据了 最关键的是,可能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 但是最后发现,还是修复好 所以呢,像这个主板,我决定放弃 有的网友可能会有疑问 后边这个东西贴张纸什么情况的 因为这种群灰原厂的机器呢 上面的这个创号跟那个mark地址的话 被人看到的话 有可能会把你的创号倒去 然后他用来洗白他自己的那个黑群灰啊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一下 在网上卖群灰的设备的时候 注意不要把后边这个创号 跟这个mark地址露出来 让别人看到 如果被别人看到的话 很可能你的机器还没卖出去的时候 别人已经把你的号倒走 洗白他自己的黑群灰了 好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名关注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的每期视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